一千零一夜的格拉纳达,你永远可以期待它。 带着期待走进山丘上的阿尔汉布拉, 欣赏西班牙摩尔王朝最后的回忆。 在格拉纳达,达巴斯和丁多的比诺会让你的味蕾膨胀。 西班牙吉他的旋律会让你上头, 你的鼻子会被不断混合的熏香所刺激, 你的脚会因为在古老的阿尔拜兴狭窄的鹅卵石街道上流淋而酸痛。 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像格拉纳达那样能够如此激发你所有的感官。 它小而精致,老而迷心。 多种文化交织融合, 共存在一张拥有鲜艳色彩和复杂图案的挂坛上。 在格拉纳达,你可以想象自己跑到一千零夜里 扮演一个小角色, 然后靠直觉去探索自己的故事线。 早上去滑雪, 点一杯冰啤酒, 吃免费的达巴斯, 或是做个啤酒SPA。 不胜酒力的话, 就将Cerveza换成更清淡的东西, 花一个下午沉浸在当地茶馆场景里, 在这里花时间是为了自己。 莎士比亚曾写道, 即使没有去过, 每个好奇的旅行者心中都有格拉纳达。 那么,你的心里可曾有过吗? 你期待格拉纳达吗?